基本上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要整合的對象沒有很複雜 朱立倫比如說要整合江啟臣 江啟臣基本上已經是國民黨在立法機構裡面的重要的份子 所以沒有什麼安排黨務職務的一個需求 第二個張亞中那當然是一個退休的一個大學教授 他對自己的理念相當的堅持 可是他的學問非常的淵薄 所以朱立倫想安排他擔任國民黨智庫的 副董事長 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安排 但是張亞中 認為他個人的 想法跟朱立倫的想法有距離 那麼在運作智庫的時候可能也會有一些 比較要調整的地方 因此他就給予婉拒了 所以已經提供了這些黨職 張亞中不接受 基本上這種團結的意思也表達到了 還有一位 卓博遠 這一次的黨主義選戰的表現 是一個相當的不如理想 卓博遠也曾經擔任過 彰化縣的縣長多年 未來他要擔任什麼職務 可能 還需要朱立倫進一步的參考 但不表示每一場 這些選戰的競爭者都要納入同一個時間的黨務工作 才表示團結跟合作 還是各就各位各自發展互相競爭會比較實際 讓我們來看